一看就知道是错误了 这表示当时就猴臭了 上个月柯文哲才解释现金汇款输失 民众党也开记者会澄清 就是因为被质疑 柯文哲政治现金主要捐赠方式 是现金还匿名 但民众党当时说法 检方似乎不买单 现在要查2亿元捐款 从何而来 从柯文哲申报的政治现金来看 其中个人捐款项目多达14万6千多笔 里面93%是属于现金捐赠 根据周刊报道 简连对于这些现金捐赠中 大批匿名捐款来源感到质疑 尤其总统大选前三个月 因为柯文哲匿名捐款 在去年11月一共收到1万2千多笔 金额3千多万 去年12月收到8千多笔 而在今年1月 投票前更增加到4万多笔 光是这三个月匿名捐款 现金超过9万笔 金额近2亿 不管是为什么汇款的预设 被改成了现金 或者是为什么有多笔不寻常的数额 疑似有猜账的痕迹 这些呢 柯文哲跟民众党 都没有跟我们做清楚的说明 却这次的政治现金申报上面 有蛮多的错误 你现在正在做补证跟跟正的动作 这些匿名的东西 都是依照法律的规定 如果所有的状况 其实都有转账记录 也不用这样子残杀摄影 实任近日总干事黄珊珊 强调依法更正 承认政治现金申报疏漏 但连结到金华城 不明金流 黄国昌不能认同 现在是近周刊在编故事 还是检调在泄密 事实基础都没有确定 根本没有评论的价值 北简所说的茶屋泄密 民众党回呛 荒谬至极 TVN新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